印象中我炒米粉 我阿坚炒米粉 我们都要一边拿铲子 一边拿筷子 然后一直抖 挑啊 要挑嘛 挑要抖嘛 可是保师傅看我们这样炒米粉 他都会笑我 他说不需要这样做 挑只是让他均匀 要挑 没有你那个时候对我的态度不是这样子 他那个时候 对我的态度其实蛮坏的 他讲说其实专业的技法不是这样 就炒米粉其实不是挑 炒米粉不是炒 炒米粉的关键是什么 大家好 我是王瑞瑶 现在你们所收听的节目是 我的老公是大厨 大厨在哪里呢 这里 我是保师傅 保师傅王瑞瑶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是 过年一定要吃炒米粉 哥哥 过年一定要炒米粉吗 过年炒米粉是必备的啦 因为呢 每次都在聊过年的时候 就会发现呢 不管你是从哪里来 还是你们家的主集在哪里 好像过年现在在台湾 有两个主要的这种算是淀粉的选项 对不对 一个是炒米粉 一个就是煮水饺 是外省的啦 外省啊 可是很多人不是外省人也在吃水饺啊 对不对 过年吃水饺的比较少 所以说呢 你来我们家多吃水饺 你来我们家多吃水饺 外面没有 到外面没有 哪有 大家都丰满水饺 尤其是冷冻水饺啊 那个是12点的时候吃的 哈哈哈哈哈哈 12点的时候吃的 我的确是没有错 因为呢 我爸爸在世的时候 即使我后爸已经走了 我们现在过年回娘家的时候 都会在准时凌晨的时候 去煮水饺来吃 可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讲水饺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炒米粉 嗯 我先给大家炖一下好吗 炖一下哦 好啊 因为呢 因为我在几年前呢 曾经在我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上面 上传了一支影片 这支影片呢 就是我的阿金炒米粉 我们在初二的时候 会回我们金伯的家 就是我舅舅的家 然后呢 每一年我的阿金呢 他都会炒米粉给我们吃 然后阿金的炒米粉好好吃哦 然后所以呢 这支影片呢 是我 我自己在超级美食家的频道里面 点阅日 就是观看人数最高的一支影片 我给你猜 影片多少人看过 跟FB不能比哦 FB有一支影片 已经快 那个 已经7000万 7000万人次看过 你猜这支多少 我刚才也听了一下 100多万 120万 108万 8万 YouTube不得了 108万 然后我记录了这段影片之后 我就在研究 为什么我那么认真 拍你的影片 点阅率都 不用那么高 为什么我为什么他这支 你知道点阅率这么高呢 因为炒米粉 因为大家都爱看炒米粉 炒米粉 好 然后我还要讲诀窍哦 他炒米粉的Campan用的是葱 有一点虾米 然后还有一点红萝卜丝来做这种装饰之外 主要他是用很大量的白菜 然后呢 我那次记录完了之后呢 我发现除了用大量的白菜之外 还有两个美味的秘诀 我阿滴的神器 我刚才讲 只有三个 一个是大白菜 一个神器就是味精 第三个神器就是猪油 我发现他一边炒 就一边加猪油 然后一边加味精 哦 原来他们这个美味来源 可是我要跟大家说 我们对于味精的态度啦 我经常跟别人讲 嗯 一个鸡粉一个味精 你煮一锅好汤 嗯 你下了鸡粉 鸡粉会让这个汤打折扣 嗯 因为鸡粉它有盐 就有那些鸡粉的调味料 有那个鸡粉的味道 很富方的味道 所以 你那个汤煮起来 就会鸡粉那个鲜啊 还有那个鸡粉的味道会卡卡的 嗯 但是你味精呢 你这个汤煮得很好 嗯 你加了盐 嗯 就好喝嘛 嗯 加了味精 味精有润滑的作用 可以润滑这个口感 嗯 它可以让这个汤更登峰 我讲登峰造枝 我不是吹牛的 嗯 所以你味精可以是 让这个汤更好喝 更顺口 但它不会拐到你 比如说你那是鲍鱼汤 你这是牛肉汤 你这是鸡汤 那拐到鸡 什么鸡 它就是牛肉就是牛肉的味道 鸡就是鸡的味道 它会 鸡汤鱼的味道更棒更升华 我觉得观念要很重要啦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用单纯的调味料 而且最重要要适当 就像大家在讨论盐巴一样 大家其实在讨论盐巴 我觉得相对就是在讨论味精 嗯 就是适当很重要 现在医学上不是说它会补腦吗 对啊 医学上是这样有更多新的研究啦 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其实对于调味料这件事情 我们是很谨慎使用的 有没有听到 我们也不排斥细粉哦 适当就 对 谨慎使用 炒米粉 几个神器啦 神器 第一个一定要米粉嘛 而且米粉我们台湾人吃的一定是细米粉 广东人才用比较粗的米粉去炒 第一个细米粉 嗯 第二个 纯米跟不纯米有差吗 因为纯米会比较容易断 但纯米比较香 嗯 啊那个不纯米就是它加了淀粉 加了玉米淀粉 加了玉米淀粉比较Q 几个神器是第一个人 猪油啦 猪油啦 第二个人有花肉啦 蝦米三个 蝦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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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蝦米啦 嗯 蝦米啦 嗯 大概这几个 哦你的神器好多哦 可是我的阿金没有耶 好啦 刚刚呢 老师傅呢 我的哥哥呢 跟大家介绍了炒米粉的神器 嗯 对不对 其实哦 印象中 我炒米粉 我阿金炒米粉 我们呢 都要一边拿铲子 一边拿筷子 然后一直抖 挑啊 有没有要挑嘛 挑要抖嘛 可是老师傅看我们这样炒米粉 他都笑了哦 他说 不需要这样做 挑只是让它均匀嘛 要挑 没有啊 那个时候对我的态度不是这样子 他的时候哦 对我的态度其实蛮坏的哦 他讲说其实专业的技法不是这样 就炒米粉其实不是丢 炒米粉不是炒 炒米粉的关键是什么 闷 你怎么闷的呢 有人就讲说 啊你刚才炒米粉 不要这么忙哦 哈哈哈 反正那高麗菜不要太早到啦 会太烂不好吃嘛 对 香菇啊 虾米 红萝卜 嗯 猪油那些都要先炒香了 鱼葱 酱油什么 料都炒好的 高麗菜下去炒 炒好的 调味道以后 嗯 要调比一般炒菜要重一点 因为米粉没有味道 而且料一定比米粉少 米粉料可能最多是米粉的一半 二分之一 最多最多的 所以你 在炒菜的时候要下大概 快double的调味料 嗯 你再来 philance这些米粉哦 味道就刚刚好 所以我们要炒一炒 味道超好了 啊要有吃 因为米粉会 第一个会吃油 吸 第二个会吃汤 对 第三个米粉 胡椒要够 胡椒不够也不好吃 白胡椒 胡椒很重要 嗯哼 所以你炒好了 要胡椒撒上去 哎 稀稀吧 有点汁 嗯 还有啦 对于这种哦 卑微的家族主妇来讲 炒米粉有一个关卡 很难 过 嗯 这个难过的关卡就是 我要有多少的米粉 然后要 呃 炒料其实可以很多 也可以很少 关键是在于 我这样子加水啊 加酱油啊 就那个汤汁 到底要多少 米粉才可以完全收进 去够或者是不够 这好难抓哦 你会怎么建议 不是 就是说 有的人建议说 你水多一点 嗯 明天再炒 啊炒透了再把水滴掉 我觉得 你那原汁哦 就浪累掉了 哦 所以你最好就是 你那一锅的菜里面的汤 最少要有大概三分之一 到快五分之二的汁 汁水 嗯哼 你这个米粉下去炒的时候 它会吸汁 嗯 啊这个水有做水蒸汽的作用 又有让米粉去 吸入它那个滋润的作用 嗯 所以水蒸汽就是 你在keep的时候 你有小火的 你盖这个盖子 有几个作用 嗯 第一个是闷住 嗯 第二个是它在滚的时候 它蒸汽在里面 水在里面会蒸发 对 蒸发也会把它蒸透 嗯 它蒸是有蒸透的功能 半焖 半焖半蒸 嗯 让它淡吸水 嗯 啊你这样的水就刚刚好 还多一点都没有关系 你放一下它水就熄掉了 嗯 再把它炒透 你今天要炒很大量的时候 嗯 你大锅这样炒 很容易炒不透嘛 而且不均匀 你可以用热水稍微去蒸一下也可以 只用蒸的我觉得最好 哦你说干淡的米粉拿到电锅里去蒸 米粉是泡发炸的 嗯 发炸起来以后你把它放到电锅 蒸五分钟 嗯哼 啊再放到这个汁里面 啊你用筷子它就炒在盛 挑几下 哦 盖子就盖起来 嗯哼 焖 嗯 两分钟以后 再翻几下 再盖 再焖 嗯 再三分钟就好了 所以等于是炒米粉 好了以后你只要用筷子把它挑挑挑 挑均匀就好了 等一下 所以等于是炒米粉的这件事情 从米粉这边就有改变了它的方法 对 因为有人在讲说炒米粉有几个关键 这个关键就是 第一个米粉不要泡水 哇 阿金炒米粉也没有泡水 它就是把米粉打湿 让米粉变成比较软 所以呢 保师傅在里面呢 就把这些湿湿的米粉先拿去蒸透 意思是这样 把那种蒸透 蒸热的 哈 哈这个嘛 你等下炒了 比较快 哦 给它吃 量多啦 量少就不用了 然后我阿嬷炒米粉有一个东西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当这个米粉水不够多的时候 还是当它这样子再试一根两根味道不够的时候 它会把酱油或者是盐巴打水 加水 对不是说黑酱油直接倒进去 不是哦 它会加水加水再放进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颜色均匀 味道也会均匀 最早我有学起 盐下去它不会溶解 因为米粉比较干 它不容易 因为你煮汤的话 在汤里面一下溶解 它完全就融化了嘛 所以你在米粉里面 因为米粉很干 你盐下去炒不开 那盐会变一坨 盐会巴在米粉上面变一坨 就不好吃 所以你用盐水就是盐跟水先调匀 或是酱油加点水或是汤调匀 不然你酱油下去 它黑头 它一边先一边白 对啊 我就会炒过 对 没白狼君了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炒米粉 因为在水量这个部分 我自己会觉得银河少不要多 因为少可以往下加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吃过 觉得最好吃的炒米粉 不知道我哥哥是否跟我心灵相通 想的是同一家人 你说路边摊的还是 不是 餐厅 餐厅的就挺难那个了 好 我给你提示 客家 啊 哦 哈哈哈 龙华 哈哈哈 可是龙华 它炒的不是我们这台湾米粉 它炒的是粗的 它那个是客家风味的粗米粉 上面还少了好多行菜 在苗栗的龙华小吃 我每一次去哦 而且他们家哦 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呃 卖这道菜 因为他们炒米粉是要老板 或老板娘亲自炒 然后他们家炒米粉 都是好大一个盘子 就是他们家的上菜的方式 都好像过年哦 都好像过年 比我班14座盘大一点 对 然后我就好喜欢吃 龙华的初潮的炒米粉 我觉得客家炒米粉 跟台式炒米粉 差异就很大 对不对 香菇 他们也是油葱 要香菇啦 各家他们要香菇肉啊 肉要炒得很黑哦 酱油要下很重哦 油葱酥哦 油葱酥哦 炒得比较干比较香 韭菜 他们有多加就撒在上面的韭菜 韭菜、芹菜、油葱 他们都喜欢用这个啊 然后还有虾米 虾米必备的啊 好好吃哦 我自己都会觉得说 呃 在吃这个炒米粉的时候 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啦 所以你的心中的第一名 你跟我一样吗 不是 我喜欢台式 你喜欢台式 那是哪一家 其实有两家啦 啊 有人说那一家比较好 有人说这一家比较好 但是我 你讲山海楼啊 我喜欢山海楼啊 我不喜欢那个名符 名符太干了 米其林登地新餐厅 这两家都是 就是一个是名符海产 它其实是卖海菜 然后是在国宾饭店旁边的巷族 它其实最有名义是火吊厂 然后呢 还有一家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山海楼 有风雨上面的 我们来聊一下这两种米粉 虽然都是台式 可是有什么不一样 山海楼够油 嗯 味道也够 而且它炒的比较透 等一下 山海楼有放章鱼耶 嗯 它是那个啦 章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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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会放鱿鱼干 山海楼的师傅讲说 他炒米粉也是没有加一滴水哦 也是硬炒 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宝师傅喜欢的这两家 我们刚才在讲说要加水去烟嘛 对不对 去闷 去闷饱或者是闷透 可是呢 这两家 我很确定 他们炒米粉都是硬炒到倒 硬炒到透 不是 硬炒的话 因为它的炒蔬菜有汁 嗯 它是利用那个汁跟鱼 还是有水 对啦 对啊 啊你这样 拌炒还是焖一下会比较好 嗯哼 我讲的焖就是你汁不多嘛 但你盖盖子 它会有蒸汽在里面焖蒸 这样它炒透的机率比较高 放你一下就焦了 焦掉了 然后还有我觉得山海楼 因为有章鱼干 然后鸣符有战书 鸣符 我就嫌它太干太硬 你不要皺眉头好不好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我讲到我比较没有那么重义的 当然要皺一下眉头嘛 还是很厉害的 你新一新餐 他讲到比较喜欢的你就会没开眼笑 那是人性粉的是不是 我们其实那次去迷福 我们觉得它最好吃的还是佛跳墙 然后这个炒米粉 应该是讲说 这个都是比较费工的菜 然后炒米粉听说也是请客的人去拜托老板 因为它之后好像也外带了炒饭 还是炒米粉 不能外带 它炒饭炒米粉不给人家外带 对啊 就它其实很计较 然后我们就在吃它这个炒米粉的嚼感的时候 我就说嗯 怎么搞的就太一样 比较硬 它很香啦 我承认它非常的香 它那个蛋酥跟那个酱油这样炒起来很香 但是我喜欢吃比较软Q的饭 我不喜欢吃炭的就是这样 这是你个人的喜好 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个人啊 不代表大壮 现在是我个人 好 所以等于是炒米粉也可以加水 可是也可以硬炒 可是我觉得硬炒难度更高 硬炒就是考验这个你的技术 跟你的对火跟火候 跟你怎么样把它焖蒸熟这个技法 好 我们刚才其实有讲到一个台菜的元素叫做蛋酥 嗯 蛋酥怎么做呢 其实我觉得蛋酥啊 放在汤里炒米粉都好适合 放在砂锅 砂锅鱼头 好适合 蛋酥真的是华龙点睛耶 怎么说 蛋酥也是几个元素啦 第一个要香要压蛋 第二个要香要猪油去炸 你只要把握住这两个你的蛋酥就很香 猪油跟阿呢 而且这猪油要炸过红葱头的 等于是油里面有味道啦 你炸过红葱或是葱以后它有个葱香 你这个蛋再下去 你这个蛋香加葱香 你那油再来炒米粉炒饭 一直爆 做蛋酥不只有压蛋 而且蛋黄要比蛋白多 比如说你十个蛋黄 你加五个蛋白就好了 然后更香 另外五个蛋白的颜色 你打起来蛋的软凝脂的香味更好 等一下牛中餐的诡计怎么那么多 人家看起来好像是蛋酥很简单 原来在里面弄过手脚 这个是增加成本耶 这不是诡计 蛋黄比蛋白多还要用猪油 猪油里面还要有鲜炸过油公酥 大家有自己够的酱吗 这是基本 然后呢 基本 然后呢 好 那等一下 那炸蛋酥的是怎么弄呢 哥哥 我们不是有好侠啊 就肉勺 好侠啊 大家听得懂啊 肉勺不是 撈洞是那个洞会滴水吗 那个洞大概在0.5公分这样 小小的 比较大的孔 孔就0.5公分 你不能用细网 细网是滴不下来 所以一定要用那个 好侠 那个肉勺 原洞 有一个洞 有一个洞一个洞 然后就是你油要热 大概175到180度 肉勺就放在油的上面 你蛋就这样淋上去 淋上去以后你就摇摇摇 摇那支肉勺 它就一直滴 它滴下去就是小条状小丝状 一小时钟一丢到下面 它成型了就输了嘛 你弄不下去再垮一垮它就下去了 下去以后 不要动嘛 不要先不要动 你火开大 让它香味上来你再动 翻一下香味上来翻一下 炸到那个金黄色就好 可是为什么有的蛋酥是一整片 有的蛋酥是碎碎的呢 它就这样下去下去 弄成一片的时候都不要动啊 都不要炸成型以后 轻轻拿起来 用勺子再翻过来 压着翻过去 再放下来 再轻轻让它炸 就让它有形状了 那我要弄碎碎的 我要怎么办 你一下去 你再动 抖几下下去 弄一弄它就碎了 只要抖几下 少再少再动一动下去 你要炸几只它才会输 所以手法不一样 下去不会输哦 后来一直炸才会输 教大家做蛋酥 是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要用这个蛋酥 来给大家拜年 因为这个蛋酥真的太好用了 而且刚刚有讲 这个蛋酥放在任何的料理里面都好吃 甚至用蛋酥来凹白菜 这么简单 白菜卤啊 白菜卤会加蛋酥 用蛋酥来凹白菜都很好吃 然后也很希望 听众朋友在今年 迎接未来的一年 虎年对不对 对 虎年来了 大家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我们今天的 我的老公是大厨 这一集到此结束了 谢谢听众朋友 我是王瑞瑶 谢谢大家 我是法师傅 拜拜 拜拜 拜拜